一千四百萬邊間新透天 一場大雨後 三樓漏到一樓 花了千萬買間新屋 卻經不起一場雨的考驗 向北邊 喔 北邊喔 北邊 所以現在這邊 大雨的時候會往這邊打 它這個圈起來就是它是漏水 這是漏水的 嗯嗯 雅菜還沒補啊 28歲從事工程業的離姓屋主 三年前看上大雅在地建商 推出的透天預售新案 因地點交通便利 又訴求防水保固 便以總價一千四百五十萬元 買下較貴的邊間戶 地坪約三十坪 建坪六十坪 打算拿來自助兼投資 建案去年六月完工 並未入住 去年是 沒什麼下雨 亂地如雲嘛 東坪浪靜嘛 那它剛好就是因為今年 它一直下到來超真行的啊 我就買來 我只是先買來 就先抱著而已 沒裝秋 那誰知道它這個買來 一年 就一年而已 就不行了 上月台中連續下好幾天豪雨 馬上出現漏水災情 一到三樓朝北牆幾乎全遭殃 不僅剩漏水 還有油漆劇烈現象 更扯的是波及到電箱 隱約可見走水生鏽痕跡 我問那個小姐說 那個這樣子這樣放水 漏水正常嗎 她說合理的啊 對 合理 RC牆會合理喔 對 這不是鑽牆耶 記者實際前往現場查看 由於建商不久前打針粉刷過後 隱約看出油漆色差 極少部分剩漏水痕跡 五年保護 它這個也是太多了 它是太多了 太多了 倪先生認為建商只是打針處理 指標不治本 每次下雨都擔心一次 他無法接受 你打針啊 你只是叫止水 止水 對 對吧 他不是做防水 他這個都沒有做防水 我這個最渡邊的人 竟然沒有被做防水 黎先生希望重新施做防水外牆 甚至以加一層 釘掛外牆方式一勞永逸 不過據了解建商考量到 社區整體美觀及一致性 拒絕這項做法 你要嘛就是整個牆面重做 重新做防水 但我幾乎就是最邊間 你不得不重做 記者致電建商負責人 他表示 公司原本就有五年防水保固 絕對負責到底 屋主不用擔心 現階段屋主對於施工處理方式 不滿意 還會進行溝通協商 也提出包含延長保固 新屋價含利息買回等方案 但沒有共識 那如果說建商這邊呢 不積極進行修繕的話 這時候可以根據 民法365條的規定 來主張減少價金 或者來主張解除買賣契約 那如果因為漏水 導致住戶的財物本身呢 受有損害的話 其實呢根據民法的規定 也可以一併請求損害賠償 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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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損害賠償